原因太早碰到中国队以后 在巴基斯的时候 其实有点机会了 有点可惜 在2比1领先的时候 第四局3比1领先的时候 运营的体力可能稍微出现一些小的 怎么说一些小小的 体力不支吧 有些位数多一些 但单打说是打得很好了 对巴基斯也是碰到法国 也是在第七局 开局有些偏保守的一些 其实战术各方面 我们都对这场球比赛也做了很多准备 在赛前也叫 专门叫那个冯一新 来做表演 换成直拍来打 来进行针对性训练 所以相对于说 其实打得还比比一席的好 可惜在最后第五局第七局的时候 在开局的时候 有些战术冠之后 就有些心态有些变化 输掉这场就可行 但男团的时候 总结来说 云鱼表现非常棒 特别是在巴基斯碰到日本的张本之和的时候 我已经是 这两个人 都是世界排位14倍的选手 所以说 能打出这么高的水平的话 我想是非常的 非常的棒 也非常可以给云鱼 想点个赞这样子 但其实我们在战术方面 主要是抓住云鱼 通过范正中的比赛 也学到一些不少 我们觉得跟范正中是比较好的朋友 所以我们在战术方面 专门也给了很大的战术上的帮助 所以在战术上 我们冠出的比较彻底 也比较坚决一些 所以说 总体来说 可以打80分了 但可惜就是 最后在三场的比赛中 不是8进4的时候 都没有 最后都没有拿下 确实有点遗憾 但是我们想 通过这个比赛奥运会 我们会继续总结 所以下次 我们会继续为中华队驾驭受好的身体 会觉得林依如下一次可以改进什么样 或者这一次比上一届进步很多了吗 他其实比上一届心态会好一些 会很好的 你有想到他粉丝这么多吗 对啊 就不觉得 会想到这么多人 就支持大家 就吓人 我都吓了一跳 谢谢